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清晰的自己 我每一刻都是possitive thinking 我每一刻都是用愛去推動的話 那當然沒問題 你的錢你會越來越賺得多 是越來越正面的 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害怕的 叫做無意識的負面思考 就是說你完全察覺不到 但是它下面在動 例如我真的覺得買到這輛車 我都是為家人 我都是幸福快樂 那我就終於供一輛車出來 那為什麼我真的確保我是愛家的 但是為什麼這輛車沒有人肯坐 那些人又爭又罵我 那輛車就讓我坐了 我又不坐 然後每一次駕車出去吃飯都家吵屋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就聽 這些就是叫做無意識或者潛意識的東西 即是說你意識覺得我百分百是正面的 但是為什麼最後創出來的結果 是每個人都吵架的呢 如果是這樣呢 那我聽 那你就要開始潛落你的腦裏面 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當我突然間開始看到這一塊 我真的覺得我好的 我真的問過 我真的為他好的 我真的問過 但是為什麼結果是這樣的呢 當有一天我接觸到這件事之後 我終於明白 原來有一些東西我下面是不知道的 而當我發現到那些東西 那我就會明白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明明是為那件事好 我發獨世對天下肯定我是沒有做錯的 但是為什麼出去結果是不如我所願 那個幸福化樂感覺沒有出現 是因為原來我潛意識有一些負面的訊息 即是說我意識以為我是出於外 但是原來我潛意識有些地方是出於恐懼 即是說我混合兩個動能去煮 如果我用這個例子 譬如Sally 我現在煮一煲湯給你 如果我完全出於外 你是會喝那煲湯的 但是如果我可能作為你媽媽 我有60%外 有40%是想告訴你 我為你好 你看你怎麼對我 煲湯是我為你煲的 我昨天不睡都去街邊去買這些菜 還有我特意去看火 即是她可能透過這煲湯是想告訴你 你不夠愛我 你為什麼不愛我 你不坦誠 即是她可能是有些指控的能量 那如果這煲湯以60%的愛 和40%的恐懼煲出來 你那一陣子 就是如果心情好就喝 否則是不太想喝的 但如果你媽媽是100%用這煲湯的 我會聽 你幾晚出去吃飯 你都會留肚回家喝湯 因為你很清楚回家喝一碗湯 是差你的電 因為你媽媽是用100%純正愛的能量 煲出來的 這煲湯是每天可以令你感覺到 你是被愛的 你想一想 你每一天吃的三餐 沒有一餐是比起你媽媽的煲湯 令你覺得我更有價值的 所以我才告訴你 我們是人 其實很難完全100%是純正的 你每天就是兩邊混 一些 同樣用這個邏輯 即是說如果我發現我今天和你溝通 這個物質化大家坐在那裡聊天 而這個溝通不如我所有的結果 即是說我一定有一些 是因為我覺得人是信不過的 如果沒有證據 他們是不會聽我說話的 如果我們沒有甜頭 他們是不會跟我聊天 我一定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最後會創造出表面好 只是好結果 但是negative 所以我才告訴你 對我來說 我從2005年開始上這個課 我第一天知道原來有一個叫做無意識 原來揭開下面有些叫做潛意識 我就知道我終於生命有出路了 以前我不知道的 我覺得為你好為何你會這樣對我 我明明賺了錢 我現在已經有幾萬元一個月 為何我還不開心 一定是不夠錢 我以前沒有個房間 現在有房間一定是那個房間不夠大 我以前是沒有什麼 我現在可以去 以前旅行都沒有去的 現在可以去日本 但是都不開心 一定是去得不夠遠 一定是豪華團不夠桃華 一定是吃不夠海膽 一定是吃不夠壽司 我以前會用 一定是那個物質不夠多了 我終於有一天 我買了一個很喜歡的HiFi 是我夢寐以求的 我開聽音樂 我突然發現 糟糕了 為何沒有我預期的開心 不是我想要的嗎 為何這些音樂流出來的時候 沒有我預期的那份自在 發生什麼事 那那一刻 是我人生的第一個 Wake up call 我覺得似乎有些事情要醒一醒 發生什麼事 那我開始就追求一些學問 開始上一些課程 而今天讓我去到這一刻 有什麼分別呢 我告訴你 以前我覺得幸福快樂 是一定要去一個旅行 每年存一筆錢 然後就拿個長假 去歐洲去日本去買東西 這樣就叫做幸福快樂 現在我很清楚知道 那個法門是這樣 我是有辦法可以用一千元 洗到十萬元的開心 而我也都很清楚知道 現在我不再需要 無名地追求更多的錢 更多的物質 不是我不想要 如果我想要我可以追求 但我要確保 我裏面的出發點是正確 如果不是拿到都是仆街的 謝謝